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超级央行州 所以即美联储利率决策之外 我们看到昨天包括了欧洲央行 英国央行 非常多的央行在昨天进行了一些利率的一个新的决策跟操作 我们先看到欧洲央行 我们再进一步往下做一个追踪 因为我们今天标题提到 在整个货币紧缩的寒假是不是要结束了 目前包括了欧央 包括了英国央行 都在加紧的赶寒假作业 一旦这个作业赶完 大家对于紧缩寒假的结束 是不是有更多的期待 目前市场的价格是已经进入暑假 非常的火烫 所以到底是寒假还是暑假 我们先从欧洲央行的观察来做掌握 昨天欧洲央行宣布加息了0.5个百分点 把目前的基准存款便利利率 拉高到2.5%的水平 同时直接表明了在三月份会再加息0.5个百分点 把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拉到3%的水平 所以昨天欧洲央行的利率决策跟利率说明都是非常音派的 可是我们看昨天市场以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的股市德国的债市全面进行了喷出 全面进行了喷出 这感觉是坏学生补作业 市场上对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包容跟一个期待 好我们看一下目前欧洲的一个经济景况 我们先从简单来讲 从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 大概目前仍在8%以上 另外一个是欧洲央行的量化紧缩 正在如虎如荼的进行当中 同时我们看到黑色线 就是目前欧洲央行的官方的政策利率 就是存款便利利率 经过四次加息 这是第五次来到了2.5%的水平 所以利率已经来到2008年以来的新高 2008年新高 总共伸斜脚步从原来负的0.5% 现在来到正的2.5%的一个水平 好我们进步往下观察 因为特别可以留意到 昨天欧洲央行主席拉加德的讲法 他认为后面还会有三次加息 还会有三次加息 即2月份加息了0.5个百分点 3月份应该会再加息0.5个百分点 把利率拉到3%的水平以上 而且后面还有两度升息 可市场从债券市场的定价 从股市的定价 都认为这个紧缩周期会在3月份做结束 我们昨天在分析美联储的市场的定价 已经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奇葩的一个结论 为什么 因为全年8次升息 全年8次会议 美联储每年是8次会议 除了2月3月5月3次先表定加息之外 市场目前估计 等到6月7月之后 美联储第三第四季的8次加息 减掉3次升息 扣掉一次观望 下半年要降4次 有4次降息的机会 现在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定价也是如此 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定价 不管鲍威尔喊破红龙 还是拉加龙喊破红龙 可市场上都不相信 都认为这个紧缩周期 其实接近尾声 接近尾声 在这个会后记者会提到 3月之后利率是否见底 而整个加息周期是否接近尾声 可拉加德特别再度强调 他认为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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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4次no 比鲍威尔还更为鹰派 更为鹰派 他直接否定否定否定再否定 市场认为利率见顶跟结束加息周期的尾声 他说我们没有完成 而且我们会坚持到底 以稳定的步伐继续加息 反正昨天记者会的任何说法 都被记者找出一些宽松的蛛丝马迹 佩武问了拉加德 你们这个加息决定难道是一致通过的吗 不是妥协的产物吗 拉加德讲说 妥协本来就是欧洲央行过去的默契 跟过去的一个文化 妥协两个字 代表欧洲央行的委员们 其实并不太支持加息 所以怎么样都可以解读为 鸽派的声音 鸽派的声浪 所以作为拉加德 跟鲍威尔打电话联络 我们怎么讲大家都不相信 大家都认为我们两个有奸情 我们两个就是很清白的 可是市场就认为我们不清白 我们讲的什么东西 市场上都不相信 这是拉加德 昨天也蛮挫败的一个发展 目前观察 市场上对于欧洲央行的利率决策 基本上进一步的出现了一个下调 虽然欧洲央行把利率进行调高 可是大家对于欧洲央行 最终的利率水平 从原来的3.33 降到了3.28 而降息的起点 从今年年底的10月份 更是提早到9月份 所以拉加德跟鲍尔 两个政策 狼无情 女无义 可市场硬要推进 宽松的洞房 那现在两个能不能 能不能抗拒市场的力量 接受这种市场的 这个媒妁之言 子妇为婚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美联储也好 欧洲央行也好 英国央行也好 不论你讲什么 或你坚定什么立场 市场上目前都是非常非常的否定 好我们看到 全球央行目前的升级节奏是越来越快 这是目前包括了美联储 英国央行 欧洲央行等等的节奏是越来越快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回到了1970年代初期 随着美元脱离金本位 使得货币流动性 像一个猛兽一样 横行所有的市场 影响了物价 在7375年的时候 美联储也一度出现紧缩 可是愿摇摆不定 使得市场通胀逐步的卖下失控 这就是失去的10年 整个1970年代 这个失去的10年 直到Volker把利率坚定的拉高到两位数以上 最后的结果就是物价怪兽被消灭 而美元以暴涨作为一个中矩 这就是一个通胀结束必然的结果 所以各位朋友要注意到 最近美元不断的走落 像昨天欧洲央行加息又打击了美元 等一下我们解释一下 从货币理论可以很简单的做解读 可是市场知道 终点在哪边不知道 像昨天晚上我开参生蔡老师的节目 就是说这个长空的过程当中 最后获利的人会不到5% 因为这个长空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反复的机会 高点不敢空 低点拼命空 所以虽然长期市场是不断的走跌 最后打开帐门 亏损的人可能比做多的人还多 这是长空过程当中 做空你要获利 你必须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view 这个终点 我不断强调这个终点 必定是以美元大涨作为一个结束 所以目前我跟市场上观察 因为大家要看涨说涨 看跌出点 美元涨 涨涨涨涨 大家说美元会突破 那美元开始跌 大家说美元就会破底 反正大家就看涨说涨看跌说跌 所以我们在几次转折都有替官媒有做掌握 做特别的观察 还记得吗 151块的日元 还有台币32.27 我们都特别替大家掌握 这次不客气我们抓转折点 可是后续发展 有时候市场的力量 这个叫我们持续的可能被动 做接受或做观察 可是这个终点一定是这样结束 官媒你知道终点 中间的反复你就要胸有成竹 我们看到英国央行在昨天也做了决策 宣布上调了0.5个百分点 把利率拉到4% 可是英国央行在这边的想法就相对开始保留了 因为刚提到欧洲央行这是第5次加息 英国央行是第10次加息 你要知道加息的节奏不一样 欧洲央行赶作业才写到才刚把封面打开 英国央行应该已经写了大半本 可是你写过寒假作业 暑假作业 你会觉得熬夜赶作业的感觉 因为大家都感过 那种好像有些写不完的感觉 虽然感觉快写完 翻完一页怎么用那么多 写单字500遍 那种感觉 这一次的投票比例大概是7比2 有两个反对委员 他们认为不应该加息 应该维持利率不变 英国央行表示 通胀的风险虽然显著的偏向上行 可是在整个利率的前瞻之矣 还有对于通胀水平当中 给出了相对保留意见 英国的鸽派就完全被定价当中 被定价当中 在会后记者会当中 利率是否可能鉴定 特别我们看到贝利提到 我们已经看到拐角处的转折 我们看到拐角处 就是看到拐角了 这些英国央行的做法 为什么英国央行讲这句话 跟通胀可能没有关系 我们必须带出下个央行 再带出我们的标题 全球降息的第一枪 大家要特别观察巴西 为什么 我们先跳过来讲 因为时间关系 主席市场非常火热 我们看一下丹麦央行 昨天丹麦央行把利率提高了0.35% 来到了2.1% 丹麦央行的加息力度 明显比隔壁的欧洲央行来的低 欧洲央行的利率来到3% 而丹麦央行利率只有2.1%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正常理性的丹麦人 会把丹麦的克朗换成欧元做定存 就像现在做的事情 大家把台币换成美元做定存 直接有问号 美元跌那么凶 台币反弹那么强 我是不是现在应该还要换美元 很奇怪 31 32你拼命追美元 现在回到29.7 29.8你不敢买 我们说不要追高杀低 我们要逢低买进逢高卖出 讲很简单 没有人做得到 没有人做得到 我还是想掉我们很骄傲的 当时时光直接在节目当中 明白告诉大家 我在去年10月份 把我们的YT YouTube收入 用32.27换掉了 不要事光你坏太早了 美元还会涨 美元可能会涨 可是我换掉了 什么叫做逢高卖出 我昨天节目特别提到 分享有个朋友 在前天把台币又转存美元 用台湾房地产的中转贷款 转存美元 不能买 因为台币还要升 美元还会跌 我们每一讲 你要卖高买低 最后常常变得追高杀低 每次讲都很简单 可是大家都做不到 我们看单卖央行在做什么 单卖央行为什么加息的节奏 比欧洲要慢 带出一个蛛丝马迹 要特别留意 就是因为丹麦克朗太强了 丹麦克朗太强了 大家不要忘记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 汇率是两国货币交叉的比率 其实汇率本身就隐含的利率预期 而利率的前瞻在通胀身上 所以市场汇率的强弱跟利率有关 丹麦央行为什么不敢大胆加息 主要是因为丹麦克朗太强了 现在的汇率变化已经引起各国央行对于利率决策的干扰 英国央行为什么比较鸽派 英镑从对美元1.04吧 一口气谈到了1.22 英镑是不是太强了 这对于英国央行进一步加息的动作 可能产生了困难 好 观众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再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昨天在经历感分析的 这是巴西央行 巴西央行是从2021年3月18号开始升息 为什么我强调2021年3月18号 因为美联储是从2022年的3月中开始加息的 也就是巴西央行 它是全球在大型经济体当中最早加息 早多少 早美联储足足有一年的时间 足足有一年的时间 所以它可以作为全球大型经济体 紧缩或升息的领先指标 而且我们特别观察 巴西的物价从原来的两位数掉到现在各位数 巴西的货币操作 巴西的领先升息 是全球最有效把通胀给打下来的经济体 所以巴西会不会降息 因为目前巴西的CPI 我看巴西在前面 巴西CPI在这边 5.8% 从去年的10.1%到现在5.8% 我们昨天还做过节目 昨天在金铁感特别做 它从13%打到5.8% 最高13% 现在5.8% 巴西的物价被打了大概4折 长期拉丁美洲物价的年增通货膨胀 都是两位数 可是巴西央行竟然把巴西的通货膨胀 压到各位数 一年的时间把整个通胀完全打下来 巴西央行对不对 对嘛 把通胀控制住 所以巴西央行过去4次都维持利率不变 维持多高利率 维持13.75% 这个注意 所以它是最领先指标 会不会降息就看巴西了 为什么 我们带到一个视角 最近我们昨天提到 有几个商品在狂飙 像动机与支 价格创下利益新高 最近糖的期货创下6年新高 糖的期货创下6年新高 第一个解读 就是全球第二大的产糖的国家 印度的天气灾难引发 印度的糖的供需出现了 缺口矛盾 另外要看巴西 第二大看我看第一大 第一大产糖国巴西 今年是大丰收 全球最大的产糖国家巴西 它是大丰收 而巴西把糖用来做什么 作为生殖燃料 那生殖燃料有个很大的对手 叫做汽油 叫做石油 油价在过去半年 已经跌掉了三成多 所以理论上 糖作为生殖燃料的替代效果 对于糖价应该是向下的拉力 向下拉力 糖价不应该涨 应该大跌 应该大跌 为什么 第一个油价跌 所以生殖燃料 基本上没有替代性 基本成本跟效益当中 可能比不过汽油 油价大跌相对 另外一个是巴西丰收 所以糖价应该崩盘 所以糖价应该在这个位置 而不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讨论 为什么糖价大涨 为什么糖价大涨 因为巴西的里亚尔在过去 非常非常的强势 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虽然没有大波段的升值 可是大家对于巴西目前通胀放缓 而实质利率超过8% 有非常高期待 巴西现在碰到最大问题 就是巴西货币过强 导致对于巴西国内 不管是黄小玉 还是糖的生产产生 产生了不利的效果 为什么 你货币太强 因为糖价黄豆是用美元定价 那你的货币走高 那变成国内价格下跌 因为最后是有美元计价 美元价格不变 情况之下 你货币走高 你的国内价格下跌 所以巴西国内的糖农跟冻农 基本上它的收益是减少 因为它收到是巴西的layout 它收到不是美元 可是因为国际价格不变 光是巴西layout的升值 导致了巴西的浙农 巴西的农妇 农业产业 他们不愿意进行销售 产生了供需缺口 好 观众我们看一张图 这张图是糖的期货 跟美元对巴西的汇价 这两个高度互相关 汇率美元对巴西layout 往上是美元升值 巴西的货币贬值 货币往下就K线图 往下是美元对巴西layout 贬值 巴西layout 升值 注意 升值 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高度存在负相关 负相关 当巴西的美元跟货币 美元转强 当然这个糖价就走低 那美元转强就代表巴西的货币 是在贬值的 所以相对来讲 这个价格就会下跌 美元走落 巴西的货币走深 糖价会下跌 我提到月之内美元定价 所以货币升值 你的国内糖价就下跌 现在巴西layout的价格 随着美元重挫关系 最近巴西币有极大的 升值的可能性跟变化 这会对于糖价的影响 产生什么样的风险 好关门来看 这糖价走高 那糖价走高 所以巴西layout的货币太强 导致国内的供给不足 所出现的价格判断 那这个美元走跌 巴西layout的升值有关 可是下一步的定价 巴西会不会出现降息 随着国内价格收入 国内实质收入 不跟通通管关 实质收入 因为巴西layout的货币太强 导致下跌 巴西就有可能出现降息的变化 那巴西会不会降息 会不会降息 这会全成为全球货币的一个风向球指标 这大家要特别观察 所以最后我们要回来看一下 除了除了汇率因素开始干扰到亚航决策 从英国亚航也好 从丹米亚航昨天的会议的摘要也好 到巴西亚航决策 就是目前是不是新国家有降息的压力 因为美元不断升息导致美元下跌 但我们升息导致我们的货币走高 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定价模式 而这个定价模式是因为认为美国升息过头了 所以美元将而进入降息周期 那巴西丹麦整个市场的错价是非常明显 好 我们最后看这张图 来对比现在2月跟去年2月之间的关系 让大家了解到现在市场变化 这边有几个框 这边是国家或经济体 另外就是中央银行的官方利率 中央银行的官方利率 另外一个是CPI CPI 把官方利率跟CPI进行扣顶之后 会看到一个实质利率 是一个实质利率 第四格是讲目前是降息周期 还是降息是绿色的 升息是红色的 是降息周期是绿色的还是红色 我们对比一年来的变化 一年来的变化 让大家了解到目前的一个景况 为什么会出现美元重挫 为什么会出现美元重挫 欧元英镑日元的反弹 所以这使得欧洲央行英国央行 会面对货币政策利率政策 跟汇率政策的两难弄 这两难弄 所以我们刚才先把丹麦跟巴西做破题 官方先看到 因为从CPI来讲 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一年的变化 我们先看到美国好了 美国 美国在这边 美国一年前的实质有效利率是0.13 官方EFFR 联邦经济利率是0.13 通膨是7% 所以实质利率是-6.9% 0.13% 0.1%减去7% 就是-6.9% 实质利率是负的 我们看美国 美国现在官方利率是4.63% CPI我们不管核心不核心 我们就把CPI是6.5% 现在是负的1.9%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的实质利率从负的1.9% 现在变成负的6.9% 掉到负的1.9% 实质利率正在大幅的反弹回升 所以我们刚刚有下张图 就是这张图 这是因为我们用的是核心扣掉 实质利率正在反正 美国正在反正 美国正在反正 好 第二我们看一下 最近很强的欧元区 欧元区去年的官方利率是-0.5% CPI是5.1% -0.5-5.1% 是-5.6% 我们看欧洲央行现在的动作 欧洲央行现在升完息是2.5% 可是CPI是8.5% 它是-6% 所以欧洲央行的实质利率 是越来越低 美国的实质利率已经由付 几乎要翻正了 而欧洲央行的实质利率是越来越低 所以反映到未来的利率预期 欧元为什么得到大家的抢购 因为它的升息的空间 从实际的角度 感觉比美国来的大 你有吗 来的大 所以当然是 预期心理会实现成市场上的价格 我们看日本 日本去年是-0.1 官方利率-0.1 去年2月 它的CPI是0.8 -0.1-0.8 它实质利率为-0.9 我们看日本现在 日本官方利率 现在还是-0.1 指标利率 当然有YCC的控制 可是现在CPI是4% 所以-0.1-4 便-4.1 观看注意 日本日元跟欧元会转强 并不是它经济多好 而是市场上就做预期 而这个预期 透过坏坏性成本 反映在市场价格当中 因为它的实力率 跟美国出现非常严重的背离 我们看一下 日本欧元还有美国 在去年的时候 是-6.9 -0.9 -5.6 是这样 所以大家预期 这是美国的 这是日本的欧洲 所以预期 美国的实力率会翻正 日本不变 所以美元对日元大幅走强 这个预期成为价格的实现 价格实现 那我们看现在 现在日本是-4.1 -4.1 欧元区是-6.0 那美国呢 美国是-1.9 所以我们看到 一样 观看这预期心理 因为你会翻正 或去跟上一个 就是矛盾 去差距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 价格的预期 而这预期成为 换汇过程当中的成本 所以我们之前讲 日元的carry trade 它有套地点差 就这样来的 我们简单就是你的预期 你们不肯差那么远 不肯差那么远 所以会追上 追上的话会反映在 6个月 1年或2年起的换汇点差 变成一个换汇成本 导致货币的大幅反弹 引发了搭控动作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实质利率的有关系 我们先摆脱这三国 你要注意到 红的越来越多 尤其是实质利率 红的现在越来越多 现实质利率的正的 包括中国 包括香港地区 沙特 还包括像 这是印尼印度 还有包括像 这是应该是南非 南非 然后还有包括墨西哥 还有包括巴西 这相对于去年的 四大经济体 现在越来越多 1 2 3 4 5 6 7 8 特别是巴西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讲巴西 从昨天今天敢讲到今天 因为从整个明目率的抬高 到实质利率翻证 需要至少6到9个月时间 这也是一种自宏效应 等到实质利率翻证 改变了通胀预期 又需要6到9个月的时间 等到通胀预期改变 实质利率开始产生限制性的效果 引发经济的衰退 可能又要6到9个月的时间 我们不管这时间会不会加快 至少跟市场目前的估值 跟市场上的价格 明显产生的背离跟矛盾 而这只会产生一个价格泡沫的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达里欧在昨天也发一个专栏了 提到市场上的一个变化 这个转变特别谨慎 不能让坏小孩 让贪婪掌控了市场的主流 或是长期的潮流 或许有片刻的机会 可整个潮流主流 还提大家特别注意到 整个利率风险 其实正在引预量的一个更大的价格危机 分享给大家 我们休息片刻回来观察一下 台湾央行副总裁陈南光炮轰央 副总裁炮轰央行 为什么陈南光炮轰 我们特别要从陈南光的学术背景来做分析 因为它属于新凯因斯学派 甚至叫做新兴凯因斯学派 那凯因斯学派 跟传统央行的货币学派 这种古典经济学院的衍生 这个斗争已经超过100年了 到底谁输谁赢 陈南光的开炮 认为台湾央行升息过慢 将会导致巨大的风险危机 到底背后的理论质在什么地方 我们休息片刻在今天一部分 为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 在今天一部分我想要用发售的 还有两个方法 但是否则的 这里是应该看